明天一定是好日子 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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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來到第四天 現在是早上八點半 今天我們先回到日南海岸 宅岳的早餐 炒麵包 非常喜歡吃 很好吃 為什麼我們這麼快就吃到 一個鐘頭鎮 因為有一個很美的展望台 就是可以看到 挖切卡這個景色 這個景色是被譽為 日南海岸其中一個 最美的風景書 你看 超美 好美 一望無際的大海 還加上那些細衣板 好看 來吧 我來看看 哎呀,值得的 我們終於到合停車場了 我看到提護神功名進口 終於看到停巴士的地方 正確無誤 終於 好大 雖然這麼大 但仍然還有一條很長的路 看到這條樓梯嗎 體能太差了 走了兩條已經很累了 再加上昨天去哪 再加上昨天去馬之培 她又走了很長樓梯 我本身的小腿已經很酸痛 當然要走這麼長的樓梯 好累 好遠 還有15分鐘 去提戶神宮的路途雖然不平坦 但之後換來的是明媚而人的海岸風光 所以加油 多辛苦都值得 下這條樓梯便會到 終於到了真正的提戶神宮入口 都不是走很久 其實還可以的 提戶神宮自古以來 對於祈求順產 拖兒健康 夫婦百年好合 和姻緣相當有名 它都是遠於海恨宴與山海宴的神話故事 和青島神社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兔仔是提戶神宮的吉祥物 所以神宮裡面有很多兔仔的石雕 還有這裡的繪馬都用了很可愛的兔仔形狀 提戶神宮位於日南海岸 是在太平洋最突出的提戶甲前端 並於海邊斷崖下方的海洩洞窟裡建造了神殿 下面的岩洞就是提戶神宮本殿的入口 藍天、碧海、加上這個紅色的神宮 真是漂亮得傻了 好正啊這裡 在這裡 提戶神宮是日本唯一一個在洞穴裡的神社 而這裡主要是祈求安產和胎兒健康 大家已經在洞穴裡了 神社和大自然融合 天然岩洞也成為夏天清涼消暑的地方 進來這裡完全感受不到外面的炎熱 盡ları 奇怪 鼓鼓鼓鼓鼓鼓子 為了餵孩子所留下的ώ鼓 今天的鱼鱼会留下鱼鱼水 看一下 这里的鱼手不能错 因为全的鱼很美 而離開之前記得買了名為魂玉的許願石 100日圓有五粒 然後男生用左手 女生用右手 再向著這個龜岩扔出去 耶 好運呀 還有一粒丟完 開心 傳說中如果能夠像我那樣 成功扔中龜岩的粒陷柱 許下的願望就可以實現 但我好像不記得去完 多錢 你這麼浪費錢扔下去 大謊話我都去過很多不同的日本神宮 但提戶神宮現在已經成為了我心目中最有特色和最美的神宮 今晚的主人就離開了 但是我一定會再來 繼續沿著日南海岸自駕游 我現在來到日南新Miss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公園 剛剛是要給七八欄入場費才進來 我來這裡的主要目的是 是探望我七位朋友 究竟是哪一位呢 跟著我來吧 這裏是世界唯一一個地方 是給復活島的掌路許可可複製的摩崖石像 我來這裡的 七座高5.5公尺的巨大摩崖石像 並排阿納於面向日南海岸的山幽之上 真是很壯觀 而七座摩崖石像分別象徵不同的好運 只要摸一下石像就可以增加運氣 由左至右分別是工作運 健康運 戀愛運 整體運 婚姻運 財運 和學業運 貪心的我呢 就什麼都想增加啦 所以全部都要摸一次 但後來我發覺呢 其實我是不需要這個 婚姻運 和學業運的 好 搞定 耶 日南森米斯的地方呢 很大 佔地20公頃 由小山幽這樣往下走 還會見到一個大千秋 為什麼我隻腳都不高的 哈哈哈哈 在一個沒有人的環境之下 看著太平洋這樣當千秋 真的很棒啊 這裡還有一些小動物 好 上去更高處這樣看下去 還會更加清楚見到七個並排的摩崖石像 在高處都有千秋給你玩 可以看著摩崖石像 再跟太平洋一起當千秋 公園還有很多藝術裝置給大家拍照 不過我就不拍了 因為好餓要先吃東西 今天我不是說吃不到一間海鮮的食店 打算拿回今天下午才吃的 但是呢 我們實在滴不過時間 所以呢 我們也是在這個 新米斯那裡解決了 這個午飯的需要 所以我們點了這個 藍眼雞的set 在宮崎的最後一頓 當然要再吃一次藍眼雞 想不到也不錯 很好吃 吃完這餐 我們就離開宮崎了 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兩個半小時的車去英島 我不捨得你啊 藍眼雞 你真是好貴好吃啊 吃完東西 我們就去到公園最高處的地球感謝之中 好 顧平思義啦 這裡就是為了感謝地球而建設的建築物 現場呢 你會感受到一種很平靜很長和的感覺 最後看到一次公園的全景就離開了 好看 好看 山友上面的七座摩崖石像 配上這個無敵太平洋海景再加上藍天這個景象呢 實在是令我非常之難忘 美得太緊要啦 我覺得為了這個畫面 而來到這個日南SUNMIX公園 真是非常之值得啦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